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原住民原先的九大族 现在所谓的十四个族群 那么 其实有 他祭典的 因为仪式纪的内容 仪式的不同 所以产生的舞蹈 歌舞形式 都都不太一样 比如你说靠近海边的阿美族 他比较热情 比较奔放 也比较沉稳 所谓沉稳 稳定就像 太平洋那种潮汐啊 一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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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平稳 可是西湖卵系的阿美族又不一样了 他就像那个漩涡一样啊 有没有像那个激流湍急啊 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阿山上的呢 因为也许受到 他地理的环境的影响 那么跟那个高山的那些声音啦 雷的声音啦 下雨的声音啦 风声啦 水 吸水的声音 还有动物的声音 夹杂在里面 他那声音就变得有点和声的 所以我们听说 周祖的声音是天籁 那个周祖的安安 那个布隆祖的是 那种巴布音和声啊 就像瀑布那种千金万马 或者是还有像蜜蜂的声音 轰轰轰 非常的雄厚 那么他们祭连仪式呢 因为山上可能也可能是 地理环境的不同 空地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们舞蹈的呈现不像阿美祖 平地的族群 动作会那么大 他们又比较内敛 比较严肃 你说呢 像 像这像我们最近所演出的太鲁歌族 太鲁歌族的音乐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不像阿美祖那么长 但是季节的歌谣 阿美祖也是非常的短 相当于跟那个太鲁歌族一样 他一句里面会差不多不到 不到几秒钟就结束 但是一直在反复一直在反反复复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环境里面 处于那种受到天敌啊 随时发生什么征战啊 所以他们歌一下子唱完 一下子就把他唱完 就开始随时就要紧接了 但是他们的舞蹈方式 这个看得出来真的是 好像从丛林中出来的 身体非常压得低的 而且那个眼神 那个眼睛都张大了 随时看四周方面是不是有些敌人 来去埋伏 那些舞蹈方式都是这样子呈现的 那阿美祖呢 又听声乐观的啊 哈哈哈哈 在海边的时候呢 还是在 基督的海边的这些民族啊 遇到七八月的时候 非常的这样非常热情啊 下大一个大热天夏天的时候啊 七八月的时候呢 长达四个钟头六个钟头 就在烈日底下就开始跳 所以他们比较豪满 有点好 有点好